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而有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玩音樂 但近年香港樂壇湧現了很多的樂隊 和更多的歌唱比賽 令到很多香港人容易踏上音樂之路 今集的主角羅金榮 就是在樂壇打伴了十幾年 他在98年組成樂隊幕後玩家 擔任主音的歌手 而且出版過兩張專輯 其後唱片公司的倒閉 因而轉至幕後的工作 而他在2003年 致資了他首張的個人專輯《英雄》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到他有出碟的念頭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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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到夾了樂隊的時候 已經是著魔了 好像死了擺脫不了 完全是瘋狂的 好像 為什麼 所有的東西都比不上 夾樂隊的時刻 一唱 開樂隊的時候 那種興奮 忘了我的境界 好像任何東西都比不上 除了夾樂隊就沒有其他東西 那天我跟朋友聊 他說 除了夾樂隊玩音樂 還有什麼其他時好 我也想不到 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繼續下去 如果你說做幕後的 如果夾樂隊就只是玩 但我不想就這樣玩 我要有我的作品 我要發表我自己創作的作品 我們不如聽聽羅金榮的朋友 對羅金榮的評價 羅金榮呢 Wing 他其實是一個很全能的歌手 有作得 有彈得 還有很多東西 在錄音方面 其實他的耳朵很厲害 他聽到很細微的聲音 有些東西錯了 或調節很不適合 其實他是聽不到的 最主要是我欣賞他的勇氣 他的勇氣 其實有一個歌手 有一個歌手去到街頭的演者 其實這個過程 他是很大勇氣地去面對自己 和面對群眾 其實我這件事是很佩服他 至於在音樂方面來說 他其實是比起以前我認識 他是進步了很多很多 是 作為一個音樂人 經濟少不變成為音樂人的障礙 究竟羅金榮有什麼辦法去解決呢 過去有幫芝華做 有彼奧哥開始上班 有人工 然後幫芝華做唱片 還有監製也有人工 然後幫芝華做讀讀笑的 就是我做音樂 還有跟芝華做秀文 我要organize整個秀文 譬如怎樣 我和他合作之後 然後去到演唱 他的音樂是怎樣 等我怎樣 我可以幫他合作 這裏有奏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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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合作到 究竟有什麼原因令他堅持自己做音樂呢? 這麼多年,如果你到了現在,你才放棄,你才會做 那你會告訴我,你輸了 你這麼多年,你放棄,人生都是放棄 人生都是放棄的,每個人都放棄的,拼搏 那個拼搏過程就好像很放棄 沒有錢都沒有放棄,你不是輸就贏 沒有人打和,很厲害,我打和 你一贏就輸 所以他就說,如果我覺得我一放棄,我在我人生裏 我自己的終點,我的理想,我的存放,我的職業,終身職業 就是玩音樂,做音樂,做歌手,做音樂 所以如果我現在放棄了,他就輸了 就算我人後,我最生而成功,我也是輸的 Hello,大家好,我是YT 葉慧婷 今集的另一個主角,YT 葉慧婷,是2011年的新人 他因為參加了一次的歌唱比賽,而遇到現在的經理人 有查博士之稱的葉慧婷教授 因而踏上歌手之路 並請於去年的4月,出版他首張個人專輯 《新一天》 究竟有什麼原因令他想做歌手呢? 《新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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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選擇做歌手呢? 其實都是自己的一個二時的夢想 因為可能自己小時候 我一出生就已經懂得唱歌 那些哭聲已經好像是唱歌 所以其實唱歌對我來說 其實從小到大開始慢慢會 慢慢開始有興趣 然後在讀書的時期 參加過很多歌場比賽 也希望自己在這方面想進步更多 所以其實不斷參加比賽 希望可以 很想將自己的感情 所有東西都舒服我去那些歌曲 很想有很多人聽到我唱歌 所以其實很希望自己 將來年長的時候很多人會聽到我唱歌 所以到時候慢慢帶來 就很想做歌手 或者是 希望自己的一個方法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 其實從小到大都很想做 所以實際上 有這樣的遊戲 我們終於做到歌手 其實是有自己的 每個的新人和歌手 都會面對不同的挫折和批評 那究竟YT葉桂亭 是怎樣面對這些挫折和批評呢? 其實如果我告訴你 我沒有 我可能真的是假的 但是 可能我自己承擔 那個 那我就會 我會比較開心 因為我不喜歡紀念 其實我很快 我很快 記得那些開心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你開心是一個人 為什麼 你經常記得這些開心的東西 所以 是的 每個人都會有緣 我自己一直看都知道 不會是很緣的 那我 我也覺得 我的風險是做得不夠好 但是 聽到這些批評可以緣 我 很久以前 所以我會嘗試自己緣 每一次 每一次都會 每次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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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歌手對音樂有一定的理想 而其中一位 這麼堅持做了音樂 已經十幾年了 那究竟 看完兩位歌手訪問的你 不知道 會不會為你自己的理想 踏出重要的一步呢? 那最後 我希望兩位歌手 終有一天 在樂壇發光發熱 就像我一般都會 在樂壇發 D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